主教选举随即展开 会众们都神情庄严 纷纷投下了自己的一票 投完票后 天色已晚 接下来就是要由长老们和执事们连夜加班 点数和统计选票 长老们劝大家先回去休息 也为计票工作要花上数个小时 大家陆续散去 只等明日一早回来听选举结果 戈尼刘和诺娃天虽认长老之职 但他俩都是主教候选人 都不能亲自参加计票工作 所以他们都留下自己的助手在场 然后各自回住处 静等消息 诺娃天带着几个亲信回到住处 这些亲信大多是诺娃天从前的学生 大家几乎一宿没睡 心里都悬着 都想尽快知道选举的结果 此今天 诺娃天的助手 从计票现场 急登登地奔来他的住处 气喘吁吁地向诺娃天禀报 诺长老 结果出来了 戈尼刘长老得了大多数票 天明以后 将由全体长老会向会众 宣布戈长老继任主教之职 诺娃天正躺在床椅之上 闭目养神 听助手这么一说 豁然跳起来 一把揪住助手的衣领 画条终满是气急败坏 胡说 你是不是搞错了 他戈尼刘虽然路较早 资格老 但是在这罗马城内 在这罗马教会内 我诺娃天乃名声盖天的神学大师 可以说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而且我又主张严格执行教会纪律 不让罪恶污染教会的纯洁 怎么可能我得的选票 反而不及戈尼流 没有可能 绝无可能 那些计票人一定是点错了 我要求重新点票 亲信们也跟着应声附和 都跃跃于世 要想冲回教会 强迫长老们重新点票 那助手的领口 本来被诺娃天拎着 差点给憋死 他好不容易扳开诺娃天的手 猛猛地吸了几口气 然后举手拦住众人 弟兄们别去了 我一夜都在计票现场 看得真真切切 连眼皮都没敢眨几下 歌长老德的选票 比诺长老德的 不只是多一点点 而是大尺度领先 就算重点十遍 也无济于事 戈尼流 继任主教 大局已定 听罢此言 诺娃天重重地 跌坐在床椅上 眼睛发直 助手和亲信们都不敢作声 生怕诺娃天处自己的眉头 把气撒在自己头上 过了半晌 诺娃天恢复了平静 他突然黑黑地干笑了两声 看来 我诺娃天输了这场竞选 定是呢 戈尼流 在选举中搞暗箱操作 他的竞选口号 是让被教之人重入教会 看来是收买到了人心 不过 戈尼流 主政罗马教会 教会已受损害 算不得是真教会 不是大多数人都不选我当主教吗 没关系 那我就来一个自力更生 我自己成立一个大公教会 自己选自己当主教 亲信们一听诺娃天之言 都傻愣着 有一人脱口而出 宝师 这样做 不是要分裂大公教会吗 将来别人都会说 我们是破坏教会 破坏团结合一 诺娃天一指那人 放肆 现在的罗马教会 已经为世俗所朽坏 我们自立一个全新的真教会 这不叫分裂教会 不叫破坏团结合一 而教分别为圣 教出于你而不染 浊青连而不妖 世人皆沉沦 唯我振奋之 新教会成立后 你等都是我要任命的长老 跟着我干的都留下 不跟着我干的 我也不勉强 现在就走人 到戈尼流那里去报告领赏吧 亲信们你看我 我看你 结果没有人离开 众人反而一致高呼 我们愿意继续跟随老师 愿听诺长老 不 愿听末主教的指令 为建立纯真新教会 而奋斗终身 诺娃天这才非常满意 好 当务之急 你们赶紧持邀请函 去请周边省份各教会的主教们 前来我处开会 有了他们的支持和认定 我们的新教会 才能立脚 生根 开花 亲信们得了令 连忙分头 持着诺娃天的信函 去请各省主教 不过 戈尼流 已经成为 罗马教会新主教的通知 已经发往帝国各省的教会 罗马城周边省份的主教们 接到诺娃天的邀请函 都置之不理 只有三个边缘省份的主教 在没有及时接到 罗马教会通知的情况下 赶到诺娃天处 诺娃天连哄待有 三位主教在诺娃天的独立宣言上签了字 支持诺娃天任主教 等到三位主教在回城路上 才得知戈尼流才是罗马教会的新主教 三人悔之莫及 其中一人立马赶回罗马找到戈尼流 向他承认错误 得到了戈尼流的谅解 另二人以为自己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 给诺娃天背书 没什么大不了的 结果 不久之后 戈尼流下令免去这两人的省教会主教之职 带着以新人 在西坡律陀之后 罗马城内第二次出现了两个教会病例的情况 有人称诺娃天是西坡律陀的学生 但此属无稽之谈 两人根本没有关系 后世又称诺娃天是 继西坡律陀之后的第二位对抗教皇 这一点倒是说得过去 回头再看罗马城内 戈尼流这边顽强的指摘诺娃天等人的分裂行径 诺娃天这边也不该示弱 全面地进行防守反击 过了一段时间 从北非来了一些人到罗马拜访和支援诺娃天 并要求加入诺娃天阵营 看官你猜猜这几个北非人是谁 没错 正是前面讲过的 被居普良开除教级的加太基的六人帮 诺娃天一看 乐不可知 想不到我们还有外援的同志 两波分裂分子一拍集合 诺娃天的声势搞得更加如火如荼 教会分裂的形势越发糟糕 戈尼流对罗马城内一教两制的情况不能再等闲时至 当年十月 他发起召集个大城市教会的主教联系会议 道会主教集集一堂 共有六十多人 戈尼流得到了包括想居普良这样不少重量级主教的大力支持 大会决议 大公教会不承认诺娃天的教会 所有由诺娃天任命的圣职人员 大公教会也一概不予承认 并把诺娃天等人开除出大公教会 诺娃天主义被宣布为一段 诺娃天派的大部分后来也被驱出罗马城 诺娃天主义又转移到北非加太基发展 曾在那里也设立过一个对抗的加太基主教 其发展势头非常迅速 他们在那里自称纯洁派 已区别于其他大公教会 据说诺娃天本人殉难于约公元258年 罗马皇帝瓦勒良所发动的大迫害中 他死后 诺娃天主义者继续发展 但一直被正统大公教会斥为一段 直到四世纪 罗马皇帝均是坦丁 在承认基督教会的合法地位之后 约在公元326年 他又颁布了一道施令 不但容纳诺娃天派 而且还准许他们有权享有教会建筑和教会目的 诺娃天派的一个主教亚私修 还曾出席过于公元325年举行的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 此会议乃是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性主教会议 只有被承认的大公教会的主教才被邀请参加 也是在四世纪时 诺娃天派还传到了西班牙等地 这些都是后来的历史 我们在此就只提不数了 但是 均是坦丁大帝的行政干预 并没有让传统的大公教会真正的接纳诺娃天派 虽然纯粹从信仰内容的角度看来 诺娃天派的信仰是无可置疑的 而诺娃天本人也算以身殉道 其私的人品似乎也无大碍 可是 仍有许多基督徒认为 诺娃天派过分强调严厉的惩戒和禁欲 不知赦免 缺乏基督耶稣的爱心 在信仰的态度方面有所偏差 而且诺娃天以保持教会的纯洁性未借口来分裂教会 给传统教会的合一带来极严重的后果 大大地伤害了圣徒们的感情 所以诺娃天本人永远也没有得到罗马教会 和后来的天主教会的原谅 甚至还被有意抹黑和妖魔化 再有对他正面报道的文献也所剩无几 留到现今的也大多是对他一面倒的负面记载 随着时间的推移 正统教会最终决定 如果诺娃天派教士愿意重返大公教会的话 他们被准许保留起圣职 这样最晚到了七世纪时 诺娃天派才完全烟消无散 全都重新融入了大公教会 感谢观看